今天我們又見到黃康熙的師傅在這裡 Hello 大家好 師傅 上一次和你做完訪問 很快很快 我又想邀請你做一個號外或者一個特別版 因為最近有一個電視節目很出位的 但是在我們講下去之前 其實有條問題我一直都沒有問你 我想請教一下 你在美國 我知道 你在美國其實住了多久? 在這兩三年過去 還是再之前已經在這裡? 都在之前 其實應該是911那年 應該是2001年的時候已經過來 很久了 剛剛911之前那個月就飛了過來 之後就是911了 基本上你的生活習慣 你的喜好 其實都已經很貼近那邊了 會不會呢? 可以說生活習慣 朋友圈子都在那裡 是的 是的 OK 作為一個在美國的香港人 也都生活了這麼久了 不知道你最近有沒有留意呢? 就是近來的 TVB 有一個很有名的節目 是不是? 找了梁思浩 做了這個通靈之王 這個我也有留意 有留意 是不是? 那我八卦點問你 你覺得這個節目好不好看? 如果你這個節目從專業角度來說 如果是純粹在娛樂性我覺得可以接受的 那如果你說真的在通靈上 我覺得始終它都是跟俄羅斯 或者是跟這邊美國那邊的通靈靈探戚有點差得遠 嗯 我知道其實我和你接下來的話題 就會是詳細去講究竟是通靈 言學 是不是同一件事 但我想請假 其實老實說 在一個節目的層面上 你覺得通靈是否真的這麼容易展示出來 以及觀眾是否很容易會覺得 會不會有些疑氣的一件事呢? 實質上通靈的話 就不是電視上看到這樣的 嗯 譬如大家看靈探也好 你都不會真的像電視一樣 嘩 你看裡面有很多隻鬼在你鏡頭面前飛來飛去 是沒有可能的 我都說過 這些電視智能騙你的 就是你會 可能是感覺到 或者你本身有陰暗 或者是有個第六感 或者有個sense 高一點 你可能會感覺到 或者會提到 但是不像電視一樣的 那些鬼在你鏡頭面前飛出來 然後插你鏡頭就沒有可能的事了 對通靈上 我覺得 應該沒有辦法 因為始終都很難的 通靈 因為都損耗我們的原神 不是說你這麼熱 通得到 通得到 都要看很多外在因素 因為看內在和外在 兩邊要合起來 不是說你一夜就可以了 我自己有一個比喻 但是這個比喻就可能低俗一點 通靈會不會跟去廁所小解一樣呢? 如果有個人 你小解正正常常 你自己做沒有問題 但是你周邊 如果有一群人 看著你 你就沒有一個抹的 通靈會不會一樣呢? 你有這麼多部機 射著大佬 又有燈 可能成功率也會低一點 是吧? 這個你這樣去理解 都合理的 大班人 通靈 你當時 你那個情緒壓力 都很大的時候 或者拍幾條人 拍幾十條人 看著你的時候 你那個壓力 情緒 都會有影響到你對靈界的聯繫夠不夠 或者你之前 做節目之前也好 或者你前一晚 前一小時 可能通宵熬暗睡 不夠精神 或者有其他東西 令到你分心沒有那麼集中精神去通靈的時候 其實都是會有影響的 所以不是那麼容易的 那先戴上一頂帽子 戴上一頂頭盔 我剛才的言論 並非說這個節目的內容是不真實的 純粹只是我用我的角度去說 你等於有些演員做哭的戲一樣 是吧? 你不可以說她的戲是假的 她可能真的培養好情緒 是吧? 大佬一拍機 她馬上就啪那樣 那她都是真的 是吧? 所以我們對這個節目是相當之尊重的 OK? 那好了 真的是一個學術性的探討 這個節目叫通靈之王 OK? 但是有些觀眾 或者我相信有些人 他都會有一個混淆的錯覺 就是他覺得通靈 叫通靈之王 我就想到就是通靈了 就是一來就好像拍一張桌子 接著就嗚嗚嗚嗚 就是文米 神案 神打那些 神打 神婆之類的 但是為什麼他可以這麼多東西呢? 又其他東西又無術啊 接著是吧? 打功夫又可以通靈啊 甚至就是說會不會跟什麼美美風水又扯上關係 其實這個 topic 你怎麼看 師傅? 其實不只說是個節目 其實本身 我想大部分人 將原學和通靈這兩個東西合在一起 就是他們當 也都沒有辦法的 因為始終都是香港電影的問題 其實 譬如很多之前 很早之前 這期 袁和平那些 奇門遁甲啊 電影啊 或者近幾年大陸那部 有鬼吹燈啊 那些的 嗯 他們都會把這個法和數兩個合在一起做 嗯 令到誤導一些 還有 也都很少師傅走出去 正式解釋啦 那都沒有辦法 他們就經常會直接就說 哦 你懂算命看風水 那一定會通靈 那這個其實就一定不是 因為是始終給大家知道 就是分開兩條路 數還數 法還法 不是兩者合在一起的 但是 我幫我和 就算你發多高都好 你的通靈力有多高都好 你沒有了個數回合的時候 你也是會有失效的情況 所以為什麼我要說明 數和通靈是分開兩條路 你懂通靈不代表你懂算命 不代表你懂提供水 不代表你懂你懂占卜 你懂占卜 你懂占卜不代表你懂通靈 只是說我術數上 數理那方面 會追求講求一個叫出機的情況 那個不是通靈 通靈在字典上解釋 字典上解釋就是 靈是在講鬼神 你和鬼神溝通 你做個媒介 已經是和數理沒有關係的 即是你和任何指名八字 舊風飛升 沿空之復 塔羅啟音 無根本能 即是你可以借這些工具 去回應你 去做更多理論性 邏輯性去支持你說的東西 不代表你通靈就一定懂 至於功夫的話 功夫我可以 因為我都聽聞 因為節目裡面有一個是 懂得玩茅山術的 那茅山我曾經都有請教 我的朋友問過 他們都有分上中下三茅 那他們下茅 通常是玩神打的那一批 比較多些 所以他們功夫神功 我想都可能應該是 偏論神打的那方面 比較多些 因為他們上茅的話 就會是聘請神靈 那些應該就不會去到神打 還有他們就算我們看到台灣那些 有很多叫亂童 亂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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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那些都什麼呢 都不是長期都要 即他們不是長期都不停請神上來 都可能大事大事先做 所以他們都有一定的限定性 或者一定的界限在那裡 比較容易相信一些宗教 或者相信一些命理 甚至乎我們可能有些人說 他特別容易迷信的人 是不是 那可能有些人 他就會很容易就覺得 嘩 通靈 他一聽到 我再重新一下 我不是針對這個節目 純粹只是這個 term 他一聽到 嘩 通靈 那他就 一定是很厲害的了 其實在你的角度 你覺得 我們怎樣應該在命理角度 可以認知自己 或者給一些提示自己 甚至乎 可以很快知道那個人 究竟他所說的通靈 究竟是乘數有多高呢 或者真實度有多高呢 通常這些 就只能夠在他那個 個人法治上看到的 哦 那當然有紫微斗數 都有他的方法 紫微斗數我不熟 那我不方便說 那法治上 我們都有 可以在他的法治上看到 他會不會和 仙道那方面 原份會比較高一點 或者他會不會和 仙道的 原份會比較高一點 或者 他本身的 命本上 會不會是 第六感會特別強一點呢 那這些都會造就他 可能他的 第六感通靈 會比較高 比正常高一點 那他就 容易接收到 那邊的頻道做的事情 也是所謂台灣 他們常常說 有沒有這樣的天命 嗯 有沒有這樣的天命 OK 是啊 他們常常說這些 是啊 那當然 對方的八字 那位師父的八字 我們當然會拿不到 但是 我們看自身 怎麼可以看到自己 在那個流連 有沒有機會遇上一些騙案呢 其實 騙案很明顯就是 看你會不會行劫財 哦 因為你劫財 你說這些騙案 一定跟錢有關 那你錢一定是被人劫財的 或者你破財運 這些就不可能了 那剩下的 可能會不會是 譬如 你那年大運行的寄審 那如果你大運行的寄審 你的思維都亂的時候 那你再加上 有行劫財運的時候 那就一定會什麼 會容易中這些情況 而再加上 可能你本身的名款 是 都偏向 相信 或者偏向 喜歡 研究這一範的 原學 或者 神佛這方面 在你最運氣最差的時候 會找到一些 很好的師父 那就會導致你破財 也不記得 嗯 所以也都 也很多會產生 如果你不是破財 那如果你是行政 桃花結 又是有這件事情 那你就會做到 會容易犯上的 那些什麼 被人騙你的性交轉運 那些什麼 是 很多的 所以 觀眾 要聽清楚師傅所說的 我覺得 特別可能 一些美加的觀眾 可能 喂 有辦法 找到師傅的聯絡方法 就是 我覺得有些 一定要欣賞 就是 坦白說 講真話的 一個從業者 就是無論什麼行業都好 我覺得講真話很難 就是坦白說 他要去跟你說 我什麼都會的 就是 大佬上天下海 就是 計數我也認識 法令我也認識 叫個神 怎麼做什麼都可以 打關斗都可以 我又認識這樣 但是 就是講真話的師傅 就是 大家 越來 越見少 買少 見少 倒不如說 市場需求上 大部分 不是那麼喜歡聽真話 尤其是在這一行裡面 大部分的人 都是想聽好一點的 都沒有人 沒有人會想知道 我自己幾時走衰運 那幾個 就是沒有人會知道 沒有人想知道 我這一輩子的運行 我什麼時候走衰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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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這個沒有辦法 這個市場需求上 大部分的人都想聽好說話 是 就是 有些人覺得 喂 性交轉運一次 我男朋友就回來了 不要緊 當作被鬼閘 我閉上眼幻想 就是他就可以了 這樣 有些人又覺得 喂大哥 八千八百八十八塊 是吧 放下了 跟著之後 這樣就可以從此轉運了 哇 是吧 有這麼遠 我就不用出來做了 是吧 所以 就是 大家可以 了解一下 消化一下 如果有任何疑問的話 不妨可以 在影片資訊欄 找到師傅的聯絡方法 師傅 好 下一次呢 我又繼續講講其他一些的討論 不如 嗯 好好好 OK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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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